屠龙勇士 谢拜腾 很久很久以前 世界上有一个穷人 他有三个儿子 他们家徒四壁 连吃饭的钱也没有 三个儿子决定去告诉国王他们的贫困 他们走啊走 看到了一个老牧羊人在山上放羊 大儿子说 如果我是这里的主人 我给每个穷人送一只羊 老牧羊人对他说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些羊群的主人 另外两个儿子继续上路 老牧羊人跟着他们 来到了一片山楂树林 二儿子说 如果这里不种山楂树 而种葡萄 并且主人是我的话 我就给每个穷人送一串葡萄 好 现在是你的了 老牧羊人说 山楂树林变成了葡萄园 二儿子留下来当上了葡萄园的主人 第三个儿子与老人接着走 走了一会儿 他们就到了多脑河边 小儿子说 如果我是这里的渡船主 我免费给所有人拜渡 老牧羊人同意了 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继续走 他走啊走 有一天 他转回到大儿子那里 羊群主人吹着口哨 躲着布 心情很好 孩子 你有那么多只羊 你送我一只吧 如果每个人都送一只的话 最后我一只都不剩了 老人一挥手 人和羊就变成了大岩石 老牧羊人又去看了二儿子 你的葡萄很漂亮 一定会有好收成 你给我一两串吧 你怎么想的 我当然不给 他都没来得及看周围一眼 葡萄园立刻变成了山楂树林 老人到渡船主那里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他朝对岸喊道 我们要坐船渡河 刚好渡船主的老婆 快要生孩子了 老人得在那儿等一会儿 不久 渡船主划船过来 他分文不收老人的钱 就在此时 小宝宝出生了 他们请老牧羊人当了孩子的教父 当孩子七岁时 他已经看起来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 老人对他说 谢拜腾 小伙子的名字叫谢拜腾 我给你一把剑 如果你对剑说 我的剑砍下他的头 他会砍下任何你想杀的人的头 小伙子很感谢他 现在 老人接着说 你去找邻国的国王 因为国王需要很多牧羊人 像一年里的日子一样多 但你不要收太多工钱 最多十二福林 一个马鞍和一匹马 你吹着笛子 在迷迭乡森林里放羊 什么都别怕 谢拜腾来到邻国国王面前说 殿下 您是不是需要人来牧羊啊 当然需要啊 国王回答道 你边放羊边吹笛子 但你不要过桥 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谢拜腾一边放着羊 一边吹着笛子 国王从窗户偷偷地看着他 小伙子进入了迷迭乡森林深处 把衣服扑在地上 吹起了笛子 附近留着一条小溪 当他吹笛子时 突然听到溪水往上涌的声音 不仅仅是水涌上来 而且从水里爬出来一条 长着七个头的龙 他对小伙子说 你被什么风吹到这里来的 你想和其他牧羊人 一样的下场吗 谢拜腾手握住他的剑 冷静地问七头龙 为什么 他们怎么了 我马上给你看看 龙大喊了一声 就朝着牧羊人冲了上去 谢拜腾在空中 把剑转了几圈 对着剑说 我的剑砍了他的头 龙的七个头 一个一个地掉了下来 第二天 他吃早饭的时候 小溪里的九头龙也出来了 但他也有着同样的下场 国王觉得这怎么可能 目前为止 每天都有一个牧羊人失踪 可是这个牧羊人已经回来两次了 国王想 无所谓 以后再看吧 第三天 谢拜腾又出去牧羊 吹着笛子 当他用帽子盛水喝时 一条十二头龙向他冲过来 天上的鸟都不来此处 你来这里干什么 谢拜腾拔出宝剑 我的剑砍了他的头 很快 龙就只剩下一个头了 吐龙者谢拜腾 请你留下我的一个头吧 相信我 我会暴打你的 他给龙留下了剩下的那个头 小溪的桥下 有个很大的山洞 十二头龙带着牧羊人一起进去 他发现了一个 比国王的王国还要大的帝国 他也找到了很多牧羊人 和被龙偷走的羊群 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见殿下 谢拜腾说 他向龙告别后 还是砍了龙的最后一个头 回去后 国王对他说 他终于明白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他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并把王国的一半也送给了 您就把女儿快嫁给我吧 殿下 但是 半个王国 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因为我拥有的王国 比您的更特别 他们当天就举行了婚礼 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的话 现在还幸福地活着呢 我拥有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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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有的王国